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这个比赛已经是第七届 总共有300队的学生参加 每一届的学生的质素都非常出色 很多学生已经用一些人工智能的平台 除了是传统的编程 再加上人工智能的辅助 令到他们的应用程式更生动 更加贴近生活 希望能够令到我们香港的小学生 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数码创意 和发展他们的解答能力 我们的学生不单是有编程的能力 和有运算的思维 同学之间的合作是相当之紧密 他们能够互相补充对方的资料 令到他们的解说更加清晰和有效 所以我们觉得 学生透过这个活动 几方面的发展都会令人鼓舞 我们希望在作品里面 矯正到同学的美食包方法 和重量 就可以减少他们的负担 在这次比赛里面 其实都看到小朋友 好努力和家长都很支援 我相信他们这次比赛一定做得很好 大家是吗? 是 我参加这个比赛感到很紧张 同时都感到很兴奋和开心 我在这个比赛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其他学校的作品 另外可以开阔牙界 我们这个作品是主要想帮助 那些有脊椎、脊椎问题的同学 这个是可以偵察到 同学做的护脊粗动作是否标准 而且它还有一个跳绳子 可以鼓励同学每天跳绳至少三分钟 维持身体的健康 我们这个APP都运用了 AI Image Classifier 去拍一些图片 去教他们 分辨哪些树木有危险 哪些树木没有危险 不过我们发现很难在比赛的时候 找到一棵真正危险的树木 所以我们就想到 用LEGO去做一个demo 于是我们又一起拍了很多LEGO树木的照片 去教的AI 分辨哪些树木有危险 哪些树木没有危险 参加这次比赛 我觉得非常之开心 这次是我第二次参加的比赛 我可以再增加我的編程技能 其实我也有点害怕 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編程比赛 但是我们有团队精神 无论遇到什么难关 我们都会一起度过 我们这个就是 Ed clothing 我们首先是拍了一张照片 之后它就会在这里 我们就用了teachable machine 把它分为上身衣或者下身衣 上身衣分为长袖或短袖 下身衣分为腹或者裙 然后这里就是match 现在要检视衣物的时候 上下到并排 可以左右数即时预览界面 当配衬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时候 就可以按add to favorite 就把自己喜欢的配搭 就储存到save 下次去my favorite 就可以看配搭 我们因为之前已经找了小四的学生 试玩了这个游戏 给了很多意见 亦都找了很多老师试玩 他们根据老师同学的意见 修改了这个程式很多次 亦都很努力一起去制作PowerPoint 甚至拍片 我们课后都用了很多时间去练习 还有我们的游戏配合我们的学校 天主教核心价值 关内同学